鬆口氣,百姓半年內不用還貸 歡迎收看3月25號新聞最正點 今天是全國行動管制令第八天 我是馬來西亞南臺鄭兵彥 新聞最正點持續為您報導正能量新聞 國內新聞 行動管制令延長兩週 為了讓人民提早準備 首相慕尤丁今天宣布 政府決定延長行動管制令兩個星期 至4月14號,也就是星期二 憂鬱來襲,別怕 行動管制令來到第八天 越來越多人心情低落,胃口減少甚至失眠 為此,新聞最正點在這裡整理了馬來西亞的福島熱線 如果你有心事想找人傾訴 請聯絡以上的單位 斑台全村消毒 霹靂州斑台治安自救會組織 以及村民發起斑台全村的消毒工作 在3月25號傍晚6點半開始進行 在這裡給治安組織一個掌聲 半年內不用還貸 沒錢還貸不怕 從4月1號開始銀行將自動暫緩 個人和中小企業所有貸款償還為期6個月 至於大家很擔心的信用卡卡債 大家可以申請轉換成不超過3年的定期貸款 更多的詳情歡迎掃描二維碼 接下來把時間交給國際組主播學生 謝謝賓宴 那麼我們現在來關注國際新聞 英國的社交媒體流傳著 只要每15分鐘喝一次水就能把病毒殺死 但專家已經把這個謠言推翻 網絡上謠傳著喝水可以把病毒吞入胃裡面 再讓胃酸把病毒殺死 但根據來自倫敦的臨床傳染病學家分析 即使把病毒吞入胃裡面也無法防止感染 西班牙的一名男子竟然為了在全國的戒嚴時期出門 假扮成了一隻白色的大狗在街上爬西 西班牙正實行全國戒嚴 居民們不可以沒有理由的外出 但流狗是被允許的 就在3月22日下午 拓來多城一名居民 看見一隻走路非常奇怪的大白狗 近看 他才發現這隻狗呢其實是由一個男子假扮而成 而網民們紛紛批評說 這名男子的做法非常不負責任 那麼接下來我們有來自北京的新聞 巴達嶺的長城景區呢 已經部分恢復對外開放了 關閉了將近兩個月的巴達嶺長城景區 24號開始部分恢復對外開放 而開放期間呢 遊客的人數會受到控制 而景區裡面遊客經常觸碰的設施 會進行定時消毒 謝謝學生為我們做的報導 政府已經延長行動管制令 警察和醫務人員 還在努力的守護著我們的國家 在這個艱難的時刻 我們團結心待在家裡 就是對防疫最大的幫助 祝你們一切平安 我們明天見 謝謝 我不能掌握明天的天空 你還有我的勇敢 你還有我的勇敢 用希望燃燒 用愛照耀 我們就能說 你這黑暗的碎光 我們就能說 我們在這黑暗的行動 我們 dom在亞洲 沒什麼 我們都在說 我們都在想 的兩天 做一個機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